歡迎收看 歡樂製作新 告知第一獎金 好 來 來 歡迎收看 歡樂製作新 告知第一獎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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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婷 你好 瓜哥 你好 來 小賴 瓜哥好 陳妤霞好 瓜哥好 瓜哥好 今天都是美女來 對啊 一個比一個瘦 一個比一個美 你只有最美在這邊 對 真的 今天大家是來談瘦身嗎 沒有 沒問題 是女生姐妹一定是聊 姐妹 對 她是姐妹 姐妹 這個姐妹 我是瑪莉亞的好姐妹 妳剛剛講是代購 對 講到這個代購 我每次看小禎要出國 都要跟朋友聯絡一大堆 妳要戴什麼 真的 每當朋友真的很姐妹 才願意幫忙 又是到什麼 美國去一個月之後 其實現在出國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是可以幫哪些朋友 買什麼東西回來 妳自己都戴不完 為什麼要幫妳要戴購呢 不知道 就覺得說有些朋友 可能沒辦法像妳這樣 常出國 那我覺得有時候 妳就會PO在社群網站上 朋友就會說 那幫我戴一個 像有一次我覺得 戴購一個超特別的東西 一般都是保養品 化妝品 或者是家電 我也是戴購到 因為那一次 我是去日本主持節目 然後我就穿上 我人生第一支浴衣 結果我就自己拍照 結果他們居然說 就家衣 你知道開始下面的家衣 妳莫名其妙地看戴購 對 她以為我可以了 對 就是這一件 然後那時候我是真的 一邊主持節目 然後利用空檔之後 開始拍他當下店家的 很多的浴衣 這一般是不是 人家那個洗衣器 溫泉會有 對 下面有 他也去那邊找他 他好神奇喔 他也有賣 他也有賣 因為店家自己有賣 是 貴嗎 其實這個不貴 因為這個材質 它是布的 所以大概兩三千塊就有了 是 對 所以妳就幫人家帶了很多 來一次我就覺得很特別 是 對 那孫沛 我的這個代購經驗是 我就很喜歡去日本玩 然後我代購的是 瓜哥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這個 性別 這是什麼 手的衛生紙是不是 不是 沒有 民生必須品 你看我 真的 你不能講 煙根本帶不進來 對 帶進來你不能拿 這個真的是 相模的保險套 什麼意思 0.01耶 0.01耶 對 明明五年才0.01耶 對... 然後因為其實 兩年前那時候 台灣買還非常貴 瓜哥可以直接打開 這什麼東西 這又不是我的東西 送你 沒有 想送你 其實我男生朋友很多 那我代購就是 我不帶重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超輕的 你一次可以帶他很多耶 這到底什麼0.01是什麼 就是那個 就是真的不知道還是 幸福的0.01 你真的保險套很厚 他真的不知道 鋼本 不是保險套 但別的牌子 鋼本... 對... 超保 超保 超保五感 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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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那種保險套對我來講 已經不適用了 對不對 我們已經年輕看了 還要現在不會 這到2023 你給我 會不會放到過期 對 昨天這兩生 我曾經去一個藥妝店 後來就買了二十盒 用盒 那個需求什麼 那個店 你不是覺得你很狂 需求什麼 我就拿一個籃子 人家如果要買什麼化妝 水睫毛膏 你看 這個 好害羞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我的... 這其實是我自己 把它炒紅的 在朋友圈 有紅嗎 有... 就是我的朋友圈 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 腋下非常會流汗的人 然後市面上的 體香膏 或是止汗劑 它都只是讓你 可能很香或什麼 但是穿灰色的衣服 你就還是會變黑 很丟臉 然後這個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看到的 然後它是就是 史上最強的 它讓你擦了 就不會流汗 重點是 它跟一般止汗劑的那個 用法不一樣 它是你 譬如說今天 我回家了洗完澡 然後睡覺前你先塗 然後今天一整天 真的一滴汗 這邊一滴汗都沒有 真的 我用完生氣 這個能出外籍 有時候真的 很酷耶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相不相其 吃蛋糕會不會流汗 好麻煩 日本我也買過 是用噴的比較涼 真的不一樣 來 接下來這個是 這是我幫朋友 代購回來的 然後因為 好可愛喔 這根本不是妳 它就是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非常喜歡 收集這個娃娃 然後這個娃娃 其實是就日本才買得到 像他還有幫他化妝 然後睫毛什麼的 然後他這個 手 腳的 關節全部都是可以動 還有衣服可以換 對 還有衣服可以換 然後我為了他 還就是買了一個包包 裝個衣服 差點把酒弄 對 小心 他有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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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大 請你真的 他有關節嗎 這是這個小孩 他就好像小孩子 好酷喔 你酒是要給他喝嗎 沒有 這是一張白狗的 你帶狗 你看這個很厲害 因為這個呢 他就是 直接這樣喝對不對 對 要喝杯子 要整個 他順手 這樣比較美好 所以酒 酒到的時候他會到這裡來 直接從那邊出來 那這時候是因為他 原本是只有在美國有賣 所以來 我敬你 很好笑 專屬喝這一瓶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我在泰國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一家店 然後開了直播 然後後來開直播之後 我朋友就看到說 後面那個杯子 然後他就想要 我就帶夠十個回來 送給... 所以這個頭可以接就對了 可以接 任何一個都可以 所以你不用再買杯子了 直接插進去那邊 這個喝紅酒還好 看有人拿來放的高粱 對 才官 而且這超棒的耶 瓜哥老婆如果問你說 今天喝多少 喝一杯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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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沒喝完 這個很特別... 我又沒都沒喝完 這個喜歡喝酒的人就好了 沒辦法 好棒喔 今天大家都準備 多麼好禮物 我們來進行歡樂How much 歡迎我們叫我們 各位叫我們聽一下請 來 現在介紹第一組東西 要解決所有女生的問題 女生每天一定都會這樣 會化妝嘛 化妝 會保養嘛 是 這個問題很大 你如果是化口紅嘛 或者塗口紅嘛 或者是塗唇膏 就很擔心它會沾 對 會掉 然後你如果在家裡面保養的時候 可能用面膜 你在敷面膜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邊會浮起來 這邊會浮起來 邊邊角角都會翹起來 對 這樣你就沒有保養到了 唇膏掉了或者是面膜沒敷到 都是等於是無形的浪費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東西 來 一個叫做 唇膏 一個叫做 就是要幫你省錢的 面膜雨衣 但是這個東西 我也不適合在這邊做示範 所以我們要邀請我們的模特兒 上場一下 好 來 好 我們請我們的模特兒來現場 這個小妹妹 好 我們一開始先來介紹這個 唇膏雨衣 那先請我們的瑪莉亞 幫她上一下這個 一般的口紅好不好 好 一般的口紅就 對啊 很容易掉 把它塗上去之後 來 我們試一下 在這個白色的衛生紙上面 你就會看到那個 有沒有 來 我們個鏡頭看一下 就會掉了 口紅就會掉下來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現在來請瑪莉亞 幫她塗上這個隱形的雨衣 好 幫她塗上去之後 這一個它除了它可以 而且它會保濕 真的喔 它有保濕的功能 一般的這種防脫落的唇膏 可能就比較乾 對 比較乾 它這個弄下去會比較保濕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很重要 古早人你說 什麼意思 就是 我跟你講 同樣的意思 因為你口紅裡面 會有很多重金爐 對啊 心裡常常在講 是 你都無形之中把它吃下去 都不知道了 還有一個重點 那個老公如果在外面 遇到小三的時候 不用擔心 去沾到口紅裡面 對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用的 好 我們現在再測試一下 看它會不會脫落 會不會轉 另外一邊 來 給鏡頭看一下 它完全不會脫落 它剛剛 完全不會脫落 同樣的東西 它只要擦上去之後 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這個是口紅我幫妳解決的 剛剛有講到面膜嘛 對 那我們先請瑪莉亞 幫她敷一下面膜 好 敷面膜大家都會遇到 同樣的狀況 對 你敷上去之後 你就要在那邊塗 在那邊抹 因為邊邊角角會會 然後我們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喔 你敷上去之後 你常常都什麼都不能做 對 不能做家事 不能看電視 你都只能用鼻孔見人 對 對啊 你都一定要往上網 然後不能做事 然後看電視看手機都要 臉都要往上 你看那樣鬆鬆垮垮的 你說不要 它都不用動 它就快掉下來了 對 你完全是沒有辦法動 而且好喝氣泡喔 好 現在這個叫做 有的人說它這個這麼小 它臉那麼小 當然可以用啊 來 我跟妳講 妳的臉就算跟 哆啦黑夢一樣大 有 好氣喔 好... 好 我們現在 請瑪莉亞幫她戴上去好不好 要戴上去是不是 對... 戴上去 幫她戴上去之後 我們就要來做 這個我們一直好想要 很想要 這樣子你就可以去做很多次了 很想要 因為我們面膜敷上去 大概要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對不對 好緊喔 好緊喔 它空氣都被它擠出來 對... 現在完全都不浪費 五千 這樣子我們也不會浪費時間 因為那個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可以做運動 來 等一下... 來 我們先前後... 前後搖擺 OK 來 再來左右搖擺 而且頭髮也不會沾到 接下來瘋狂的搖擺 怎麼搖它都不會掉 真的耶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面膜的魚衣 好厲害喔 今天我們要估的是各一個 一個是唇膏的魚衣 一個是面膜的魚衣 請估獎 好 謝謝他們 謝謝我們 謝謝 那時髮封緊就對了 對啊 而且幫你面膜 讓你可以吸... 可以回收在原位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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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手髮不會沾到面膜 手髮也會掉啊 對啊 頭髮也會掉 寫好了嗎 來 請問一下請公布 OK 數數九就對了 來 這邊五百 五百 五百 哭得也差不多啦 一個是五百 一個是四十九 是 那到底誰最接近呢 請公布正確底價 這個唇膏魚衣跟這個面膜魚衣 加起來是 恭喜 恭喜二十萬 真的耶 這個面膜魚衣是三十九塊 好 唇膏魚衣四九九 四九九 所以是面膜唇膏比較便宜 結果面膜魚 對啊 因為面膜也覺得 比較便宜 對啊 唇膏的比較貴嘛 唇膏比較貴嘛 對 這個是有牌子的 是 免得又刺到又沾到 這下沒事 來 接下來進入第二題 來 第二樣東西 一樣要解決女孩子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 都會碰到一個狀況 在越黑風高的時候 兩情相約 一時天雷溝洞壁火 一巴不可收拾 你男朋友或者是老公 守在你身上猶豫的時候 頭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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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頭髮人太乾燥打結嘛 對啊 很多女孩子 頭髮都會 分岔 分岔之後就會打結啦 然後乾燥 沒有光澤啦 媽媽 小姐太太 沒有時間一天到 你過兒的頭髮 做家事都來不及了 你不要說從前面看啊 從背後一看就知道 你是阿祖媽 因為那個整個頭髮 就是沒有光澤 還有蚊子死在裡面 沒有那麼誇張啦 但是你又沒有時間 每天去上髮廊 去做頭髮的時候 來 我要介紹這個 可以解決妳的問題 好 這個時候 我們要邀請第二個 模特兒來現場 他叫殺人喔 來 殺人... 因為我英文不好啦 我只能這樣子記啦 好... 好 這個怎麼用很簡單喔 一般我們在家裡面的時候 頭髮分岔 有可能用小剪刀去剪 對 浪費時間 那個這個很厲害喔 來 它有兩邊喔 你如果是往下的話 這邊往下 我們就往下開這邊 綠燈亮了 然後按下去 按下去它就會幫你修剪 很簡單喔 你把頭髮 修剪 他會幫你修剪 剪頭髮分岔 對...他會幫你修剪 然後盡量頭髮把它攤開喔 攤開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 好神奇喔 就夾上去就好 他自己感應然後剪分岔 夾上去就好 來 有沒有看到 直接往下拉就好了 它除了不會 不會改變你頭髮的長 那個長度之外 因為有時候我們 頭髮會越修越短對不對 對啊 它是不會 修剪到你的正常的頭髮 你就夾著上面拉著 往下拉這樣子就好了 這好簡單喔 它會自然的把你的分岔 一個一個把它修剪下來 那你修剪過後 你的頭髮就會比較整齊嘛 然後就會自然的 會比較 看起來就會比較 有光澤一點點 油亮 就這樣子往下拉就好了 第一個不會浪費時間啦 那你隨時... 隨時都...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修剪 好 修剪下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真的有差就不用... 就這邊講開 有沒有分岔 有沒有看到 頭髮在這裡 它真的幫你把分岔都剪下來 有沒有看到 可以鏡頭看一下喔 應該看得出來吧 好 這是來自美國的喔 這個分岔的修剪器 一次是咕...一隻喔 來 請咕駕駕 來 我們先請我們人拍手 先回座喔 謝謝 來 謝謝 美國... 美國來了 這應該有專利吧 1 3 4 5 4 8 2 1 來 寫好了嗎 好了... 這邊寫好了 180喔 沒有啦 3980... 3980... 3980... 來這邊我們看 4980到1000耶 3980... 你沒有買過這個東西嗎 沒有 所以用猜的 對 我用猜的 真的用猜的 但因為我也很想要 想說應該不會到 非常非常的貴 對 我覺得差不多 是 這邊4980怎麼顧出來 因為覺得它很智慧 對 它基本上你就是不用這樣子 都老花了 一根一根的去剪 順過就可以 而且它是在車上 任何的地方都可以 想要修就修 而且它是還滿值得投資人 沒有影響頭髮的長度 因為有些留了好久 又捨不得剪 不錯 來 請公布正確底價 來 分岔頭髮的修剪器 送給他們 上一台 因為你直接運作 送給他們 等一下 謝謝 謝謝 完全命中 對 3980 直接命中了 好困難 而且我今天給我 介紹一個現象 Silence 來 來 請坐 來 請 看二號機器 導播特寫他眼睛 再特寫 來 好 各位注意看喔 這個就是臥蠶 你怎麼講 你怎麼講什麼 有臥蠶的 有臥蠶的人 大家常常搞不清楚 這是臥蠶 眼袋 還是眼袋 妳看 瑪莉亞 特寫瑪莉亞 這眼袋 其實臥蠶比較寬 不是 你們真的 所以你們要搞清楚 什麼叫臥蠶 什麼眼袋 因為我 很難得有看到一個臥蠶的眼睛 這麼明顯 你再特寫看看 真的 她臥蠶很無險 你看她眼睛你不要笑 那你們等一下 她眼睛笑臥蠶 有耶 真的嗎 多少錢 謝謝 謝謝 我高雄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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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 因為常常人家講臥蠶 眼袋都搞不清楚 對 那個臥蠶是真的臥蠶 你根本不用笑 他就已經在笑了 會笑的眼睛 可是我很難得看到 所以我忍不住一定要介紹 請叫賣第三樣 第三樣東西 一樣要解決女生的問題 這個是婆婆媽媽 最常接觸到 在家裡面最常接觸到 就是清潔劑嘛 對 每天都要用清潔劑 要洗碗盤 要洗衣服啊 甚至要洗澡 我跟你講 市售的清潔劑裡面喔 經過那個調查跟統計 還有去比較 我跟你講 經過測試 你一個碗盤洗碗洗好之後 用清水下去沖 下去洗 12次 它還會有 好厲害喔 比那個保險套還要高 那個0.0.1也有 真的啦 我一直記得那個保險套 有沒有 來 0.03% 你如果用一天三餐來估算的話 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 天然的橘子精油 下去做的一個肥皂 多功能的強力清潔罩 來 很簡單 就像這樣子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它可以用在任何的物質上面 不管是布 玻璃 陶瓷 不鏽鋼 木質都可以 那它怎麼用 它可以溶解在水裡面 好 我們先簡單做個實驗 吃東西喔 我們常常都會去沾到東西嘛 這個就是一般的衣服 像剛剛講的 沾到口紅 對 沾到咖啡 沾到醬料 來 我這邊喔 這個叫咖啡 咖啡啊 有咖啡 來 我們把它攤開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也要洗 好 我把它攤開 還是很難洗耶 天啊 我們直接把它好 放在袖子這邊好了 來 我們直接咖啡這樣子 給它沾上去 天啊 有看到顏色嗎 那怎麼用 剛剛有說到喔 來 它可以溶在水裡面 來 我們沾一點點水 然後去抹這個 去抹一點點 然後直接在上面刷洗就好 直接在上面刷洗 有沒有看到 而且它是天然的喔 它是橘子精油 它是橘子精油 神奇 馬上乾淨 好 這樣子來 我們再把它下水之後 把這個泡沫弄掉 有沒有看到 咖啡就不見了 咖啡就不見了 那剛剛像我們年底要到了 要大掃除了嘛 對 家裡面會有很多 除了鍋碗瓢本之外 會有抽油煙機啊 對 那怎麼洗 很簡單 來 一樣我們就沾水 髒的部分我們都看得到嘛 我們直接來這邊 我把它轉過來 這邊 來 我們來刷一下 會這麼好用 它就是萬用罩耶 它就是萬用的 對 萬用罩耶 它是固態的 可是它可以用在 任何的物質上面 對啊 都可以用 我去洗臉喔 直接穿一張 來 好 我們弄一點點 來 我們用紙把它擦一下 好 就可以看出分別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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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下的時間而已 乾淨了 好 家裡面碗盤 一定是油膩的嘛 對 它可以解油膩 對 多麼厲害 來 我們用手來試一下 這個手是乾淨的喔 對 這上面是麻油 我手放進去 一定不會產生任何的效果嘛 因為是我的手沒有清潔劑嘛 沒有任何的東西 好好把它拿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喔 有喔 來 我們見證奇蹟的時刻喔 來 導播啊 麻煩take一下我的手指頭 來 我拿起來 把它放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魔術 對 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什麼意思 它把油膩走 它會 因為它解油膩 它會把油膩 驅離 你看油都浮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 本來油在下面 全部都浮起來了 它真的是可以去油汙 它除了可以去油汙之外 還可以 髒菇也可以 好 我們這個就是一次菇一塊 一塊 這一個強力的 天然的橘子精油的 這一個清潔罩 洗碗罩 來 多大 就這個 它還有後面還有吸盤 讓你 可以吸附在牆上 其實滿大塊的 最怕它是沒有人工資 有的 滿好用的 好想把它吸 喂 黑盤 黑盤 雀斑 不行 來 寫好了嗎 現在大家很講究這個 來 陳益喬妳 三百塊 一顆 這邊來 不要害怕 妳們誰 三九零 為什麼人家喊三百 因為我們 好緊啊 輸怕了對不對 對 對啊 輸到都有點怕了 四十萬都被它拿走了 三九零 三百 沒有差多少 請公布正確底價 強力清潔罩 一百六十九 恭喜 你又幾合理 你又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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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個應該要來用對不對 對啊 最近要買來用 一定都還打過 對啊 沒有 而且這個用很久耶 而且很多用 那妳 一百多只能買到一罐的嗎 一百多只能買到一罐的嗎 那一下就沒了 這真的不能洗臉嗎 瓜哥一直要洗臉 要去斑 對 可能把黑斑啊 他只能去眉斑 沒辦法去黑斑 因為這是清潔 其實我們全身上 要最脆弱就是臉 臉跟私密處 是要最靈性的 私密處 對 私密處我們沒有管他 對 對 你們有10萬塊的獎金 來 謝謝小邁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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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塊是給你們額外插花的 好 所以真真是口豆的 60萬 真的很厲害 謝謝 這是旅遊號會買 對 會買 都買 60萬獎金挑戰賽 小賴 45萬的 小賴 好厲害 Lydia 12名 12名 好厲害 大家希望榜上留名了 第一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1 飛機飛過的聲音 2 小狗的叫聲 3 媽媽的喊叫聲 請出題 熟睡的孩子最難叫醒 火災發聲時 什麼類型的警報器 可以更快叫醒熟睡的孩童呢 計時開始 叫醒 最難叫 熟睡 我覺得這很難耶 熟睡的孩童 但是媽媽的喊叫聲 應該是他最熟悉的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媽媽的喊叫聲 這題主要是說發生火災時候 那個快速把小孩叫醒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小狗的叫聲 我覺得小孩沒有什麼感覺 對 媽媽叫不是嚇死 媽媽的叫聲 對 一直叫一直叫 小孩子最熟悉媽媽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是媽媽的叫聲 會有警覺的 我也覺得媽媽耶 我確定不會是飛機啦 太遠了 飛機太遠了 睡 6 5 4 3 1 1 今天就選擇媽媽喊叫聲 B組插花組請講 我們也是選擇媽媽的喊叫聲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只會對最熟悉的聲音有反應 對 所以媽媽的叫聲應該是 小孩子最會有反應的 所以我們是選擇 3萬塊 3萬塊 小時候怕媽媽 聽到媽媽是你嚇死 對 媽媽就驚醒了 就驚醒了 因為幾乎都是 媽媽過來 對 對啊 他一叫什麼名字 就嚇到讚嗎 對了 也被媽媽打過 對 對 菁姐 菁姐 媽媽的喊叫聲 加油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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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兒童醫院 研究熟睡的孩童 是否能被火警警報器叫醒 研究員 在兒童進入熟睡狀態時 開始響起警報聲 測試兒童反應 研究發現 在熟睡的兒童當中 有一半的兒童 能被火災警報器的聲響喚醒 卻有高達九成的兒童 是透過母親的呼喊 而從睡夢中醒來 研究員也表示 希望透過研究 增強火災警報器的功用 加強人們的逃生機會 對 我們現在聽到媽媽的喊叫聲 會有感覺嗎 會 還是會 還是會怕 會怕 好啦 這樣怎麼了 你們現在是做 上節目做形象還是 沒有 沒有應該 真的嗎 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增加自信 對 二 容易考高分 對 三 減少變胖的機率 對 請出題 現在小孩補習回家之後 常常只能夠一個人吃飯 不過專家建議 最好還是要跟家人一起吃飯 因為這樣會有什麼好處呢 是增加自信還是容易考高分 還是減少變胖的機率 計時開始 跟家人一起吃飯 我怎麼好愛人 我好熱啊 以前都一起吃還是一起吃 現在一起回家補習 這個 以前都自己吃飯 增加自信嗎 我覺得 因為我還滿常跟家人吃飯的 然後 我覺得增加自信跟考高分 都 有機率滿高的 對 因為反而跟家人吃飯才會變飯 不是啊 因為家裡的人媽媽煮飯才會健康吧 我好像看過這個報道 真的嗎 是跟變胖有話 真的假的 所以是變胖嗎 減少變胖的機率 對 那不然 會不會是因為說媽媽煮飯都比較健康 沒有 先妳都在聊天 聊天 小房 8 7 6 5 4 請盡力 減少變胖的機率 我相信Lidia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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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指出 親子共餐對孩子的飲食行為發展 及體重控制有重要的影響 以兩歲到十七歲的兒童 已經青少年研究指出 若每週至少三次與家人共餐 這孩子可以減少過重的風險12% 減少暴飲暴食行為35% 因為一家人一起吃飯會更注意到 健康跟營養的足 對 我已經講的 氣氛好 對消化也有幫助 而且 對 這是我自己講的 會緊張 會夾菜 如果夾菜給兄弟姐妹給爸媽 對 妳跟父母親吃飯會不會緊張 會吧 會啊 以前小時候會 哪個姿勢不對彎 沒有拖起來 對 手夾筷子的姿勢各種 小時候我記得手 只要手沒有拿完起來 快被打手 對 對 吃飯吃在... 我覺得筷子不能刷在飯上 我以前是不喜歡吃 我都偷偷丟在桌下 然後被我媽發現 對啊 你們都有這種 對不對 父母親的教育 對 你看我們現在怎麼教育小孩 吃啊 快點吃一口看電視 然後這個小孩跑 用騙的 其實是並不對的 對 來 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狂打米美抽脂廣告 對 二 限制大胃王拍影片 對 三 增加肥胖稅 對 請出題 韓國政府近期為了降低 國民的肥胖率 因而擬定了什麼計劃 來幫助國民減肥呢 好 計時開始 是狂打一些抽脂的廣告 什麼 還是說禁止一些 因為韓國不是有很多那種 餵食秀的Live之類 對 你不要限制不能拍 對 就是說你不能拍 吃東西 或者是增加你的稅 肥胖稅 我覺得 你胖了我就要增加稅 醫美抽脂廣告 可是他們以前 就一直有在打這種 整形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限制 因為之前網路很流行 那種 他會一直吃什麼牛排啊 吃什麼的 就有一個女生半夜 都自己長在獨舞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是 拍片嗎 肥胖稅 肥胖稅感覺有點歧視 對啊 就是那胖的人 他的標準 可是他的EA高高 也是打得很多孩子 可是因為抽脂會變小 那反正我就胖 對啊 好 有插話嗎 有插話 請 暫停不解 選擇的是限制大衛王拍影片 B組插話組請講 B組大衛王 一樣的 B組是韓國YouTuber也很流行 就是一次要吃很多東西 因為但最近很少 看到別人轉貼韓國的 我們都沒有 所以應該是限制大衛王 我們讀2萬 2萬 你要插2萬 可是怎麼限制 你現在很多直播在吃的 就可能會 他們直接說 他們直接說 播出的內容 不準跟吃的有關 上傳YouTube網路 他會限制 如果有什麼內容 他就會被下降 對 強制下降 那不是影響他的生計嗎 他本來表演吃就可以賺錢 對啊 對不對 可是他就覺得你這個行為 你再勸人家吃啊 有些介紹美食就有點 不要狂吃 對 你們現在吃多少錢 2萬 2萬 13萬差2萬 他現在多少錢 13萬 來 請檢 限制大衛王 3 2 1 韓國國民健康增進政策審議委員會 不久前 確定了出台相關措施 加強對大衛王直播主的管理 以避免觀眾造成負面影響 其中的措施包含 禁止影片當中 暴影暴食 禁止過度使用調味料 禁止推薦高熱量食物等調理 韓國政府相關負責人稱 韓國的肥胖率有2022年 將達到41.5% 限制之後有望把肥胖率 在2026年達到34.8% 他是說喔 你如果現在沒有 沒有控制的話 是2022年就會達到41 對 那你如果有這些政策的推出 它到2026年呢 會到34.8% 就會降低 但是你如果不這樣做 可能2026年更高了 可能比40 一定破41了 對 那就 可是韓國人有真的肥胖嗎 很少吧 對啊 沒想到 我覺得很少耶 還是有吧 其實亞洲大家胖多 台灣比較胖多 我覺得台灣胖多 可是你要去香港看 每個都瘦到這樣 越南 亞洲 亞洲都滿瘦 日本也很瘦 菲律賓 印尼 菲律賓 印尼都很瘦 對 好 來 接下來第四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擇 一 白色 二 粉藍色 三 紅色 請出題 日本內衣服事業者表示 穿白色襯衫時 應該要穿下鏈哪種顏色的內衣 最不容易讓內衣顏色看起來明顯呢 是白色 粉藍色還是紅色的 即時開始 白色襯衫應該是白色 沒有 我會這樣想 反而白色更明顯 真的 所以應該是粉藍色 因為紅色不可能 對 紅色不可能 覺得不可能 因為白色穿白色更明顯 真的 好 因為像有時候我也會 白色襯衫會裡面穿粉紅 對 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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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粉藍好奇怪 它藍應該是淺藍 洞味在光下面的時候 粉藍色就會透不大出來 反而白色會更明顯 白色還透 反而更透 好 我 倒數計時 對 10 9 8 7 6 5 10 3 2 1 A組選粉藍色的 來 B組 插花組請講 粉藍色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這個新聞 他們真的有做實驗 就是真的白色的衣服裡面 穿白色的內衣 反而會更明顯 對 就是那個內衣的形狀 都看得一青二組 紅色是不可能 所以是粉藍色 5萬 15萬 15萬 來 剪 請剪粉藍色 3 2 1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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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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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內衣品牌做了實驗 他們準備了白色 粉紅色 水藍色 皮膚色 紅色及深藍色的內衣 再穿上身衫 結果後來發現 淺色系的內衣反而比紅色 深藍色更加明顯 呼籲大家改掉白色加白色 比較不會透的觀念 深色內衣較接近人的膚色 所以透出來的效果 也不會那麼明顯 反而你穿紅的 會比白的好很多 真的嗎 好 回去試試看 回去試試看 我下次就穿 要穿紅內衣 我下次就 那故意不穿 不是 你現在穿白的也看不到 我現在穿白的 對啊 也看不到 沒有 我還有在中間 還有加冰杯試試 也是白的 對 我穿三間白就好了 來 莉莉亞 什麼 好可憐 那不是我四題用刻 好像有證券在我 逼主持生十萬 差太大了 我不管 第四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 雞蛋 二 雞皮 三 鴨血 請出題 請問想要擁有亮麗頭髮 可以補充哪種食物 來防止掉髮呢 計時開始 防止掉髮 防止掉髮 女生應該拿出這種頭髮 完了 我產後也沒什麼掉髮 所以我都沒有補為 那這三個妳在吃什麼 我喜歡吃蛋 可是蛋會不會有點太簡單 是 蛋感覺很苦 雞蛋感覺是蛋白質 都有在吃 我覺得是雞蛋 我覺得是雞蛋 因為蛋白質跟頭髮 因為蛋白質跟頭髮 而且我以前啊 人家說蛋白 假如是拿來護髮的話 也可以讓頭髮更厲害 對 妳講蛋白質 所以我覺得是吃雞蛋 用蛋白來護髮 雞皮有的 有 雞皮也是Q10 我覺得雞皮是 雞皮膠原蛋白的 對 直接剪 請剪 雞蛋 三 二 一 有 有 有 沒差 要在19 8就要差了 好緊張 美國要用食品雜誌研究發現 科學家通過將人毛囊植入 小鼠體內研究發現 雞蛋黃能夠刺激毛髮細胞生長 預防脫髮 研究人員表示 蛋黃裡含有一種 叫毛髮生長技術 經外用或者是口服之後 能夠刺激產生一種叫做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蛋白質 這種蛋白質對毛髮細胞的修復 和生長 起到取足輕重的作用 所以以前有人用蛋黃蛋白 這樣可能這樣洗 有蛋白護髮的 我老師有 對 但它不管是使用外敷都可以 對 乖乖乖的我沒掉髮耶 還真準耶 很愛刺激蛋 接下來進入第五題 請出三個答案學者 一 殘糞便 二 原類尿液 三 蝸牛黏液 請出題 環保建材正夯 請問南非最近就研發出 用什麼作為原料製成的磚塊呢 即時開始 磚塊感覺就是固體 尿液應該不太可能吧 黏液也是 我覺得糞便耶 對啊 因為感覺糞便比較可以 變成一個固體 因為以前牛糞便 不是也有拿來蓋一些什麼 就是當那個黏糊便 好像比較合理 我覺得黏液有點 黏液不是拿來敷臉嗎 就是面膜弄的嗎 對啊 應該是殘糞便 殘糞便吧 原料作為原料製成磚塊 可是黏液會不會因為有點黏 所以做磚塊又 作為原料製成磚塊 倒數即時 對啊 十 九 還是糞便好了 糞便 糞便 糞便好了 有插花 正平了 三 二 三 殘的糞便 B組插花組請講 是 我們是覺得是蝸牛的黏液 因為它是說原料 所以應該是要混合的 所以感覺黏液 就是會把其他的東西 黏在一起 所以才會變成一塊 有可能 對 那我們先插 一萬就好 八三千 黏液一萬來 剪 請剪 殘糞便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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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尿液 人類的尿液 滿噁心的 你說你覺得最不可能 太不可能了吧 南非開普敦大學 土木工程系日前發表 人尿做成的生物專 他們收集完男性的尿液後 先把尿液拿去做肥料 剩下尿液加入了 鬆散的沙子和細菌 來製造尿素酶 能完成人尿生物專 根據BBC的估算 一塊人尿生物專 大約需要二十五到三十公升的人尿 需要一百泡人尿 才能做出一塊 標準大小的專頭 對啊 而且蠶跟蝸牛 你到底要多少量才能做到 才能做一塊專 對啊 人類的尿才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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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雨欣燕 好棒 加油 加油 加油了 第五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全項 1 郭 2 王 3 徐 請出題 每兩年內政部都會進行全國姓名統計 請問夏列哪個姓氏是全國統計 不動產最多的姓氏呢 因為他不動產就要登記嘛 後來華球拿到姓氏去都不會 沒有啦 這太難了 沒有 前兩次就 太難了吧 他是不動產 不是什麼 我知道就是王姓很多 他多許 你要不要姓郭的親戚 姓我啊 姓許的親戚 我覺得 我覺得選王會不會太走 對 因為王已經是百家 就是他已經是很 我覺得租房子王 王先生滿多的耶 郭也滿多的啊 你是租客還是房東 隔壁小王 因為小郭也滿多的啊 許比較少 許比較少 真的 我也覺得許比較少 不是王就是郭 那我去郭囉 3 你相信兩次就選了 沒有善話 3 3 選擇郭A組的B組 參話組請講 是 我們選擇徐 許 猜一下 我們這是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 因為王永信郭台銘感覺就是 大家會選這兩個 都有了 所以我們選一個 許沒有例子 許是遠東 許許 可是因為王的姓跟郭的姓 比較多比例來講 跟許比起來的話 好 多少錢 1到5萬 1萬 1到9萬差1萬 1萬 1萬 來 請檢 郭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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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 近日公布 全國姓氏統計 姓氏名下擁有 不動產最多的第一名是郭 擁有不動產的比例高達 27.8% 很多 很多 第二名則是姓王的 第三名則是姓楊的 一定能聯想到郭台銘 紅人集團的總裁王文洋 洋有誰 紅海的郭台銘 紅人的王文洋 紅洋 對 好 接下來進入第六題了 加油 加油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請出題 成語出人頭地 只超越他人 獨入頭角 請問在典故中 是指誰的才華洋溢 而出人頭地呢 計時 開始 天啊 這個出人頭地 超越他人 典故中 天啊 我跟他們三個都不熟 韓瑜 阿姨怎麼辦 我跟他們也不是很熟 對 只能出人頭地 誰比較出人頭地 是不是 沒有 出人頭地 感覺 我不知道韓瑜是誰 但我知道舒適跟王安石 可是我直覺會選王安石 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相信你的直覺嗎 相信我直覺嗎 我還是要舒適 你連舒適還是王安石 可是沒有就沒有了耶 是 沒有超越簡單 舒適還是王安石呢 菁姐 沒有超越 舒適還是王安石 菁姐 王安石 決定 3 2 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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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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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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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讓他能超出自己的成就 後來素士就在歐陽修的提拔之下 成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以及文學家 對 讀世書 不絕漢促 快哉 快哉 老夫當必一路 放他出一頭地野 這其實有一個意思 就是歐陽修 他們當時考試要比試 然後歐陽修有一個學生很出色 叫曾公 他也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那歐陽修在批改文章的時候 他就改到 因為那個不記名嘛 要避嫌 他改到這篇文章他就覺得 這篇寫得太好 應該是我的徒弟曾公寫的 那我不能給這篇第一名 免得人家說我就是有一點 有點負短 對 有點負短 所以歐陽修在評改的時候 他就給他覺得第二名的這份考卷 第一名 結果出來了 原本他覺得這第二名其實是曾公 他心裡面覺得第一名寫的那一篇 最好的其實是俗士寫的 所以那時候他才嚇到說 這個人太厲害了 怎麼會有他的學生裡面 比他還更重要 對 後來他就有一路提拔他 了解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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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today